我想你肯定你的 你的观众朋友 非常好奇我要穿什么 对不对这次 我说白龄去年的那个太厉害了 我怎么超越它 我说不行 我干脆买个飞机票回去了吧 美籍华人女性白龄又来了 她硬要来台担任第58届金马奖颁奖嘉宾 敬一下地主之仪 我们奉上了道地台湾味给她皮胖 自由啦庆祝 哇这鸡翅啊 这什么 鸡排鸡排 哇好棒啊 哎呀我怎么隔离的时候连这些都没有 没有鸡排都是肥肉 你说在那个酒店我一个人 那不穿衣服的 这确实是这样 我穿衣服干嘛 对不对又没有 男朋友在又没有谁又不出去 整天就是裸体 我当时隔离 我下飞机的时候 这个名字 司机借我 那个司机一直绝对不睡觉 他说我说都很多人来吗 李安我刚见了李安啊 嗯 你跟他住一个酒店 我说真的啊 有一天到垃圾 我刚把门一打开 叫拿出去 对面 旁隔壁那个门打开了 我听了嘘呼噜嘘呼噜 我就不敢动 我说万一是李安住在我的隔壁 万一我伸出头看到她好尴尬啊 对不对 我说我要在这儿嚷嚷起来 我老在屋里吼啊叫啊 真的影响到了人家 休息吧 我现在觉得很幸福啊 因为出了隔离嘛 那个隔离就是 真的是对我来说 尤其我是比较自由的 好像好像那个翅膀被束缚啊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 全是那个隔离酒店的场景 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很痛苦 很痛苦的经历 我真的不骗你 比我第一次要难得多 我没有流这么多眼泪 没有 我最后得了自闭症 到后来几天啊 包括他们鸡马奖 不是给我发短信吗 他说的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 我眼睛有花花的脸 就是好像心里像受伤的一个 小女孩 不管我再是金巨女王 再给你再给我的正能量 我还是有柔弱的事 我还是有难过的事 我还是有需要帮助的事 然后我跟你说 最幽默的事 不是我在抱怨下冷面吗 我说那个早餐 我哪喜欢 我说星巴克 或要一个蓝莓面包 我说这个是冷面 吃就围不动 就长肚子对吧 我说这个早餐怎么吃 我抱怨一下 然后他们开始 那个酒店还是 还是起了变化 就哇 那个刚开始大肉大 太恐怖 没看见我这么大的肥肉的 两个馒头 两个包子 再一堆芋头 再一堆土豆 我说就会 天这么粗 痒粗呢 还有 哪有个酒店 没有全身的穿衣镜的 你不管那个酒店再不好 再那个 它穿进去 而说是女生 对不对 我为什么会在隔离的时候 就变得不快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隔离不是我的选择 我非常的孤单 在那里方 一个人 但是我心灵是不孤独的 为什么 因为我爱巴黎 当然我渴望 因为我毕竟喜欢爱情 喜欢那个作爱 喜欢亲吻 喜欢那种 然后我就亲我的手啊 想亲我的脚够不着 想亲我的乳房够不着 对不对 但是就是我说我 远远的我在金泽 我说他好美啊 我爱他 就说大家一定要爱自己 我是一朵玫瑰花 我还是一朵玫瑰花 就是你改变不了我 你也消失不了 我的魅力和我的精彩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 我希望大家听到 你和你自己在一起很好 不要低估了你自己 你是很强大 很奇迹的 我觉得这个事 我这次隔离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知道 怎么去爱我自己 我在台北隔离的14天 浪漫 这是我真的是 我的一封情书 我要献给金马奖 要献给就是所有 爱我的粉丝 全世界的 我好喜欢台湾的夜市啊 所以在我的电影里 有隔离酒店 也有夜市 这是我想为就是 给我台湾的文化聊 做一些贡献的事情 好像冥冥之中 我觉得我跟金马奖 很有缘分 因为我第一次 他们也不认识我 我都明白就是饺子 就给了我奖 我觉得哇 就是金马奖 它一定是对艺术的工程